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陈宗二组神光大师 带着这卷一金经 左边天下寻访平僧 最终在四川峨美山 和波子密地高僧 两人共同翻译了 一金经中的福学治理 但是武学治理却丝毫未翻译 直到十二年后 神光大师在长安道上碰到了李将 这才将一金经中的武学奥秘 尽数领悟 留下了汉义本的一金经 所以有坦之少林风僧修炼的就是 梵文版一金经 风筝灵狐抽修炼的便是 汉义本一金经 那么梵文版一金经和汉义本一金经 有什么区别呢 它们是同一种武功秘籍吗 我们先来看一下梵文版一金经的名说 这一金经实在是武学中至高无上的宝典 只是修习的法门甚为不义 必须堪破我相人相 心中不存修习武功之念 但是修习此上乘武学之宗旅 必定勇猛精进 以其有成 哪一个不想尽快从修习中得到好处 要心无所助 当真是千难万难 梵文版一金经的入门可以说是十分困难 少林高僧几百年来都没有人修习成功 甚至让众人怀疑是不是老祖欺赏他们 这就是一本没有什么用的佛经 梵文版一金经先后创造了三个武林高手 他们分别是李靖 风僧 如坦之 我们一个个来说 李靖在看完一金经后辅佐太宗 平定突厥 出将入校 绝封未攻 这与一金经的研究没什么关系 我们先略过他 少林风僧是三连版中修炼成一金经的第二个人 一百多年前 少林寺有个和尚 自幼出家 心智裸钝 风风点点 他师父苦惜一金经不成 怒耳作画 这风僧在师父遗体棚拾起经书 嘻嘻哈哈地练了起来 居然成为一代高手 但他武功何以如此高强 直到原济归心 始终说不出个所以然赖 旁人均是不知一金经之功 少林风僧只是随便练练 于是成了一代高手 尤坦之在三连版中 也是无意中练成了一金经 凭借阴寒内经的功效 和肖锋在内力上旗鼓相当 最后落败是因为 群脚功夫太过平常 比不过在狮山血海中 一步一步走出来的肖锋 所以范文版一金经的功效 就是能一金洗髓 让一个人的内功水平 直达决定高手之境 但是范文版一金经 需要两个部分同时学习 一个是佛学 一个是武学 佛武合一 无我方都争我 练的门槛极高又极低 不想练一金经 才能练成一金经 方正大师那么说了 二组研究时 先和一个凡僧想通了佛力 然后和李静解除了无理 佛武分离 练李静翻译版纯武一金经 毫无扶去门槛 是单纯武道 这就是汉一本一金经 汉一本一金经 出现在孝江湖中 方正曾经说过 一金经的功夫 还一身之脉络 细武脏之精神 周而补散 形而补断 气脸自生 血从外润 练成此经后 心动而立发 一攒一放 自然而失 不觉其出而自出 如朝之爪 四类之发 练那一金经 便如一夜拼周 于大海巨头之中 怒浪澎湃之际 小周自然抛高伏低 何适用力 若要用力 又哪有力道考用 又从何处用起 从方正的话中 可以看出 汉一本的一金经 需要长时间的练习和积累 且汉一本与范文本 最大的区别便是 入门不需要 勘破我像 人像 这点就可以让 少林高僧 直接修炼 但是另一个问题 随之而来 既然没有了 堪破 我像人像的限制 为什么 玄辞不求恋 汉一本一金经 孝江湖的背景 一般过认为 明朝中期 在此之前 少林四飞没在 天龙八部 和以天图龙记中出现 天龙八部的背景年代 是北宋时期 以天图龙记的背景年代 是元朝时期 而汉一本一金经的 出现年代 是随陶年代 也就是说 天龙八部的年代 是有两个版本的一金经 一个是范文版 一个是汉一版 如果说范文版 被犹坦之所毁 那以天图龙记中 最起码还剩下 汉一本一金经 但它在这个时候 却始终没有出现 天龙八部中 少林四最出彩的 便是七少举记 以天中 少林四的内谷心法 是少林卷弓 直到孝江湖时期 少林四才出了个方证 学会了汉一本一金经 为何在天龙八部中 无人提及这件事呢 又为什么在以天中 没有提到 汉一本一金经呢 阿浪对此有几个猜测 一 金庸忘了一金经的设定 天龙和乙天 都是在孝武江湖之前写的 时隔好多年 如果说写孝武江湖的时候 必须要一门少林神功 才能使灵活冲功力大增 除了一金经 也没有别的选项 于是他便添加了 汉一本的设定 但是在天龙和乙天中 并没有出现 二 汉一本一金经的威力太小 在天龙时代 少林四的七十二绝技 明镇天下 四中僧人多半以修习七十二绝技为主 而且七十二绝技的传承非常完整 范文版一金经许不会 汉一本一金经的威力不如七十二绝技 于是寻思等人便没有修习 汉一本一金经 随后火攻头头反出少林 也让少林五级倒退 他们定了个规矩 非失传月经练习 轻则断金费脉武功 重的直接当场扩杀 这就造成师父会的徒弟不一定能学会 师父不会的徒弟一定不会 师父练刹 徒弟必须练错 这样直接扼杀了批天才 而且厉害的武技无法成成 像大力金刚指 龙招手之类的外攻 腿法 棍法 刀法也就罢了 练刹都不会练出内生 前十三四项练刹 叫命的 于是到了双丢时期 少林传承的 只有外攻 以天少林重启 内攻用的就是 无色得道的九阳那部分 对比之下 少林九阳宫比汉一本一金经 威力更大 于是少林选择的是少林九阳宫 其实阿浪更偏向第一种猜测 要不然没法解释 为什么以天中 少林都没有一金经的出现 但是具体原因 要等阿浪梦到金雍先生 问问他 关于孝江湖中的一金经 还有一个问题 那就是为什么方正不把它 传给自己的师弟 反而传给灵湖中 对于这个规矩 掌门然方正大师 是这么讲的 非其人不传 非有缘不传 只传本四弟子 不传外人 如此归纳一下的话 一金经的传承规矩 就三条 一 非本四弟子不传 二 非其人不传 三 非有缘不传 在这三条规矩里 除了一条 非本四弟子不传 是应景条件之外 其他两条都是模糊的 非其人不传 非有缘不传 什么人是其人 什么人是有缘 都是说不清楚的事 最后就是 方正说是有缘 就是有缘了 方正大师 是方正的同辈师弟 在本门里 武功威望 大概都是 数二数三的人物 掌门的方正大师 公开也称赞师弟说 武功既高 实戒亦不经验 乃是本四了不起的人物 那么方正是性格不好 刚愎自幼 或者霸道蛮鹤马 也不是 他很和善 很慈悲 为人很好 可是掌门方正 就处得无缘 理由是说他天性执着 于空 无效 无作 这三姐脱门的这里 始终未曾参斗 了生死这一关 也就看不破 所以不能传 要比如灵狐冲 明明是无缘 方正大师 非说他有缘 他连少林本门弟子都不是 也就是说 连最基本的硬性条件 都不满足 可是方正大师却说 灵狐少侠是有缘人 为了让灵狐冲 完全符合学习 一金镜条件 还让灵狐冲改名字 根据排行改名为 灵狐国冲 又收徒又改名 总而言之 就是让灵狐冲有缘 那么为什么掌门 不把一金镜给师弟呢 阿朗觉得 正是因为这个师弟 武功既高 又是本次了不起的人物 方正在寺中的威望非常高 寺中僧人遇到他 都是远远便避在一旁 向方正合适低手 直立圣躬 说明他在寺中很有威信 很受人尊敬 不学一金镜 就已经这等身亡武功了 学了如何管理呢 再者他和方正的关系 也不是什么收死之交 有事求见并不是推门就见 一样是要禀报的 既然只是战友 又非辞到 那就更不能随便传经了 而灵狐冲又为什么有缘呢 当然是其中有巨大利好 否则岂能轻易把 压箱底的一金镜拿出 没有什么资源 是不可以做交易的 包括一金镜 与其轻语的师弟 不如拿来做关键交易 灵狐冲是魔教的圣姑送来的 他会独孤九剑 武功齐强 戒属精绝 经过背景调查发现 他又很干净 而且与魔教的圣姑 化身的风轻阳 均是渊源起身 用一金镜恩解灵狐冲 救他性命 抢他武功 将这一天赐奇才 招之麾下 对内则手下多一得利猛将 对外则多了魔教圣姑 乃至化身风轻阳 这两大隐形同盟 所以这就是一金镜的 只神有缘 说你有缘你就有缘 无缘也有缘 说你无缘你就无缘 有缘也无缘 别问 问就是 哎呀 你天性执着 于空无相无作 这三解脱门的治理 为此参透 聊生死这一关 也看不过 真的不是个学习 好了 本期内容到这里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